她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 自己从娘太里爬出来 说她带着可怕的胎记 一起逃难了老太婆 说她受到了可怕的诅咒 而与她接触的人都会惨死 大家都害怕极了 直到十年后 打猎的村民碰到她 让她滚回自己独居的山洞里 然而晚上他们一家都莫名的惨死了 大家都说她是怪物 引来了灾祸 村民们要杀了这个孩子 惊恐的孩子跑到结冰的湖中 冰面突然裂开 她掉了下去 这时一双手却拉住了她 当她在这醒来的时候 看到了救她的大姐姐 然而村民还不准备放过她 这时大姐姐替她挡了一刀 小孩大喊了一声 不可以 村民惊恐的发现她居然会说话 更要杀死她了 突然这时一位将军拦住了他们 老太婆告诉将军 她是备不可杀诅咒之人 连您也不能避免 让将军不要多管闲事 将军不听他们的鬼话 依然救下了孩子 并给她取名阿活 随后阿活跟随将军 杀掉了最后一只怪物 并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勇士 但是手下阿甲却说她出身卑微 高高战争的他们 却只能当她的手下 当他们杀完怪物回家的时候 她的小女儿却已经夭折了 连儿子也因为她的诅咒 而双目失明 妻子情急之下要杀了她 破除诅咒带来的厄运 她让妻子看自己的过去 并带着妻儿回到她出生的村庄 要杀掉不可杀 解除儿子的诅咒 然后当天晚上 不可杀就袭击了军营 杀掉了妻儿 当她抱着儿子的时候 不可杀从背后一箭杀了她 而不可杀正是小时候救她的大姐姐 她的血液流入了不可杀的体内 不可杀变为人类 而她则变成了新的不可杀 她一刀插入大姐姐身体 问她到底为什么 大姐姐告诉她 一切因果都是因你而起 我会带着你吃重的三八重生 阿甲告诉将军 阿活杀了你的女儿和孙子 并且变成了怪物不可杀 先以为真的将军带人去找阿活 原来当阿甲带人找到阿活的时候 发现阿活变成了怪物不可杀 并和手下要杀了她 身中书见的阿活却并没有被杀死 当阿活见到将军的时候 将军问她有没有杀死自己的妻儿 阿活告诉将军妻儿因她而死 让将军杀了她 而将军让她找一个门人的地方 藏起来生活 并嘱咐她不要伤害无辜的人 这一幕正好被阿甲他们发现 阿甲刺中将军 阿活大怒 要杀掉阿甲 这时将军拦住了她 让她不要杀人 和自己一起离开 神父中她的将军告诉阿活 因为女儿可以看到 别人过去的古怪能力 以为女儿是怪物 带着愧疚的将军和女儿团聚了 阿活告诉老太婆 正如你说的那样 与我接触的人全都因为诅咒而死 而我也变成了不可杀 老太婆跪着告诉阿活 不可杀没有灵魂 不死不灭 不老不衰 你之前杀死的女人 带走了你的灵魂 她会作为人类重生 愤怒的阿活想到被杀死的家人 想到自己连死都做不到 只能无休止地活在痛苦之中 她下定决心要追杀那个大姐姐 让她知道被不可杀追杀的痛苦 而阿活为了复仇 竟追了她整整六百年 这个奶奶竟哭着叫她姐姐 旁边的妹妹一脸疑惑 姐姐让妹妹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而双方的妹妹却不以为然 让妹妹发现有人跟踪她的时候 吓得她赶紧跑回家告诉姐姐 而姐姐惊得连水杯都掉在了地上 她问妹妹 男人看到你的脸没有 妹妹说看到了 并且告诉姐姐 男人还要看我的肩膀 听到这里 她当时的妹妹赶紧逃到了一个乡下的农户家里 而开门的奶奶看到姐姐后 竟然哭着叫她姐姐 妹妹一脸疑惑 她让妹妹待在这里听奶奶的话 不要回家也不要和家里联系 不然你们都会死 妹妹问她要去哪里 姐姐告诉她 她要去找六百年前杀死她的那把刀 完成她的夜报 并告诉妹妹这是最后一只机会 而妈妈下半回到家 发现只有最小的妹妹在家 她俩却不知所终 不听话的妹妹半夜给妈妈打电话 她告诉妈妈她很害怕 姐姐也不在身边 不知道该怎么办 妈妈问她在哪里 并接她回家 而当他们回家的时候 姐姐生气的告诉他们 不想死的话就赶快逃命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赶快躲到家里 妈妈打电话报警 姐姐也赶快敲破隔板 想逃到隔壁 妹妹这时喊了一声姐姐 似乎有什么话要告诉她 但是隔壁却被堵住了 这时门突然响了起来 妈妈让她俩躲到里屋 姐姐也让她躲在衣柜里不要出来 并告诉她一些很重要的话 当第二天警察发现他们的时候 发现妹妹还活着 并把她送到了医院 当阿活去医院找妹妹的时候 发现妹妹已经不在医院了 妹妹去找之前的奶奶求助 当15年后阿活找到这里的时候 妹妹已经隐心埋名地 搬到了其他的地方 而这天正是妈妈和姐姐的忌子 妹妹来到要拆迁的公寓 才想最后一次和他们告别 并想告诉姐姐姐一些话 你在看他? 你都不相信 我不能信任它 我也不信任它 你不能信任它 阿火和他紧一门之隔